大家好,我是队,今天就是我们的圈荒链2,欢迎再起加强版的事况,对的你说,这场比赛来自小小和肖春泉 好,咱们来看小小开场用大门周围守发,肖春泉该怎么排人呢? 来看看肖春泉还是比较犹豫啊,面对小小这种高强度选手,肖春泉显得特别慌啊,咱们来看他的草地银出手 草地银对抗大门,开场一个盗圣龙撂倒 现在双方都在找节奏之中,因为是在第一局啊,在第一局练手找节奏 前一度你看BC,肖春泉率先抓到一套,其实无视该上天跟超杀打蛇屁 哇,这一套的伤血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门基本上已经残了,然后再来一套,直接带走 就看下一局,这一套都没有打拳啊,相当于半套 一套半,现在来看小小他的草地银 他这个草地银够不够狠啊,之前小小用草地银也是特别帅的 可能是在这第一局还没有抓到,还没有找到节奏 现在肖春泉又连上一套,肖春泉也没有打拳这一套 哎,前一中退,肖春开启反击了,终于开始反击了 来看他的反击有没有效果 啊,到生龙 好,胜了超杀了,哦,不到 快速闪过,他知道肖春泉已经蓄气了 肖春泉的实战经验是超级丰富 腕要独咬一套大蛇屁 将他撂倒,继续跟下一局 这么快就杀到肖春泉最后一个角色了 今天肖春泉准备火力全开啊 能不能穿三 接着看八神 哦,清腿逆向 还是那么超快节奏的压制啊 但是八神也不是好惹的 八神现在也开启了第一波反击 第一波反击宣布 无效又被点到一个前线重腿 幻要独咬,幻要独咬 反而超杀大蛇屁 后面肖肖只剩下一滴滴血 继续耐入倒地 草亭叠去的压制清腿逆向 结束战斗 这个下手有点狠啊 第一场就给小小来了一波穿三 试图打,夸小小的这个气势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好,下一场咱们看小小他选贼了 这才是八神大门有一个赛斯 好的,肖春泉开场有一个大红柱啊 红毛柱 陈波汉连续跳阶跳阶转拳 小春泉用这个牵制打法来打击小小 小小的大门居然好有办法 跳也不是站也不是攻也攻不过去 没办法 你看这大猪就步步紧逼攻了过来啊 还闪,血量已经没有了 小小应该注意一下了 各种被套招,各种被牵制 大猪再踩一脚继续踩一脚 哎,闪身又转锤了 你只要敢闪敢跳 他立马就转锤啊 所以说你拿他毫无办法 接着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小小的赛斯出场 好的,赛斯直接滑了过去 滑缠 哦,对手再转 好的,中断中招 一个小剃,骗过对手的出招 然后快速进一个反击 小小的目的他达到了 现在小春泉基本残了 赛斯继续跟过去 但是总是太急 好,又一波大招 可以的 这是一个极限点杀啊 一个极限的距离点杀 好的,现在杀着小春泉的下一个人 咱们来看小春泉他第二个人 昨魔 之前小春泉用昨魔也是让小小非常难受 我来看这一次怎么样 两点之后直接降龙虎乱舞 退 好,后面小春泉继续跟上去 两点三点,飞翔角 跟不上 好,赛斯一个滑铲 但是又中了一波分享角 滚,追,追击 哦,多么防住 赛斯呢,继续跟上去 哦,远距离一个烘开 琢磨这个波变成这样子了 现在,没办法发波了 丧失了发波的能力在零儿里面 哎,连续几波隐藏都没有滑到 现在又被对手直接拍死了 好皮的一个滑动啊 先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八神 小小最后一个人了 所以说这一区小小他又是非常的急 非常难受 钢CD还一手 哇,琢磨也懵了 我刚一下子你居然还这么多 还了一个奎化三世 还的有点多呀 所以说琢磨愤怒的怼了个隐藏 怼了个龙虎乱舞啊 今天说我杀到最后一场 有点乱啊 有点乱 下一场看小春天的猴子上 好,猴子起飞了 八神三十葵花 跳飞逆向 都防住了 后面八神继续跟上去 哎,个鸡 跳飞,呀 回向脚,呀 抵向脚,呀 哎,好 哎,又一个强转 这猴子有点犀利 你看八神抓卸锋 一直想抓卸锋 就是没有抓住 反而被猴子挠力抓啊 双方比分2比1 0了 哇,这个2比0以后 小小他还能行吗 接着看下一局 有点被碾压的节奏啊 下一局咱们看小小他怎么拍人呢 好的,小小继续选一波 好 有选人,有随机 好,这一次八神大门带一个克拉克 萧生拳有莉安娜这局 可以的 莉安娜也是超赞的一个角色 在02里面 速度很快 开场就对在威普解决 好,威普勾腿 破一防 超天吊,哎,跑抓天地反 后面 正 正完之后大门继续跟上 投杀服,正 正 好,大门抓到这个机位 继续一路追击,跳 投杀服,正 又一个地 地狱极乐落啊 萧生拳这一局倒是懵了 被打的没有节奏,没有手感了 好的,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我们来看萧生拳的温妮莎出手 好,温妮莎稳住 温妮莎现在开BC了 跳C逆向打一下 狗拳CD 走一走 这个温妮莎灵活度用的相当高啊 大门居然没,哦,大门还是抓到了 现在大招取消 想震,没有震出来 现在看大门能不能再抓到一个绝好机会啊 现在BC超杀终于上 Bc之后向前跑动 感觉铃儿里面的BC还是特别帅的 特别是向前跑动的一下子 好的,我们现在杀到下一场 下一场咱们来看萧生拳的莉安娜 这已经是她第三个角色了 这局小小下手也是超狠的 超赞 好,防住一手 莉安娜 暴走了 好,暴走以后 发动进攻了 大门几波都防住 哎呀,还是被踢倒了 好的,继续看下一局 其实这个暴走莉安娜 暴走以后砍掉半管血 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这招比较危险 咦,你看界神直接暴走 但是暴走就被揪了 克拉克抓机会 大招没有抓住 莉安娜再暴 超杀 刚才暴走直接被揪到了 没办法 这一波 有点爆炸这个伤害 基本是秒了 只剩下一点点血 双方来看第五局 第五局小小的八神出手了 好嘞,八神 哇,再暴走 萧生拳 打法有点自信呢 这么自信的吗 对,小小这么多血 他也敢这么溜 好,三世 回手套 八神只要和他拼拳脚就可以了 这一局 对压了他喘不过气来 看莉安娜 这一点点血刃 他也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了 现在比分一比二了 小小终于拉回来了一分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好,有选人有随机啊小小 肖成拳是三随机 好,马上进入到精彩的对战之中啊 这一场咱们来看肖成拳 对,双方都没有进行一个排人操作 好的 小小还是用大门作为首发 对抗肖成拳的夏二米 夏二米开场一个弗力角 大门突然不点中 哎,大招抓不到跳C 压一手 夏二米还是用弗力角 这个弗力角我肖成也是比较爱用 然后大招把他抓过来 跳随理像想爆BC想连BC啊 明显是失误了 后面大门这个黑大门呢 又黑又壮 中角想看BC 不料距离太远 大隐藏也被防了 那这一下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继续看下一场 好的下一场看有力 小游丽在零二里面也是挺好使的 步伐力很强 两点三点 剩我们看他开打 好,退过一波之后 游丽继续 哎,游丽继续跟 好的,夏二米又是跳来跳去 游丽总想一脚把它踢上去 但是踢就是踢不到 好,投一下吧 那就投一下 给一个大波 这个角度不对 游丽已经跳起来了 所以都并不能抓到 游丽这一局和他拼起来全脚了 好的,现在来看肖春全下一个人 咱们看肖春的雷蒙 这一次雷蒙有没有超级的爆发 雷蒙现在直接开点 好的,抓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头级角色 你和雷蒙近身的话 你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所以说小小你应该和他拉开距离 那已经拉不开了 直接又杀到了小小他下一个人了 来看小小的八神 八神这一波有没有精彩的操作呢 大破战师被葵花点到 后面继续跟狗腿跟bc 能不能抢抓一个卸风 哎呀,八神 像个风小子一样闪来闪去 雷蒙也是不断的下盘切手点起来过 连续大破战师八神再闪 哇,雷蒙 雷蒙防珠 好 这一局八神打的依然非常辛苦 被这个血量给磨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下还是被抓了 好的,来看下一场吧 现在比分已经进行到了3比1了 距离啊拉的有点大 接着看下一场 好,这一场看双方人是谁啊 这一场肖春拳有个安吉尔 和小小燕是两个主力一个随机 开场用八神作为手法 百合哲 打不中了 哎,安吉尔倒是把他点中了 现在直接送到起飞 开启了一套循环 复毒机式的循环 也没有循环到 其实这个安吉尔的循环 哦,直接开大了 安吉尔这个循环是可以连续循环的 双方又开始乱来模式了啊 开完大之后肖春拳继续压过去 哎,八神口口口 27连稳了 稳稳的27连啊 炸过之后肖春拳起身 安吉尔 哦,没有机会了 继续看下一局 下一局 我们来看肖春拳他下一个人呢 安吉尔居然这么快就挂了 接着来看他小猴子 好,小猴子起飞 八神一波飞发生中前一跟上去 猴子一个闪身继续追加 好,八神稳住 下中角对上去 B,C开,好,逆向 背山脚一点血 猴子还可以再跟他一下 好,八神打猴子一向都是非常难打的 对比较难打,神一猴子速度快,伤害又高 好嘞,现在杀了小小的大门 猴子直接又顶了过去 连跳 哎,抢风 大门利用他头技的优势,近身抓一下子 哇,刚CD 挺上来想抓 猴子贴身和你呀 对,就是这样 B,C,只有旋风,旋风,旋风 连续的旋风接一个大旋风 超秀的连招啊 其实这一招需要很强的手术 还有节奏感 不好连出来啊 所以现在看下一局了 下一局看小小的李梅 李梅能造得住猴子这样疯狂连技吗 哎 李梅你看不断拉后 让对控以后 哎,猴子还是B,C了,跳你下 哦,你想过顶一脚踢飞 猴子一点点血 一点点血还吃特别的稳 飞翔脚反身位 飞翔脚反身位 连续飞翔脚反身位 再来一个飞翔脚反身位 没有 其实飞翔脚反身位 可以借招式的 现在猴子终于怼到一次超必杀 哇,带走了 这个吊血太残暴了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 这段视频